2020年 2009年 我國所得分配 五等分位的差距倍數 由2008年至 6.05倍提高到6.34倍 僅次於2001年 6.39倍 雖息受到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的影響 但缩短贫富差距与改善所得分配 是政府责务旁贷的目标 要根本改善贫富差距 需从改善经济结构做手 未来应持续激励民间投资 扩大内需 强化经济发展动能 以创造就业机会 进而降低失业率 及提升薪资水准 使全民得以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请陈副院长与所召集的改善贫富差距专案小组会议 严提具体因应对策 以确实改善贫富差距问题 政府已转性之初 对于调节所得差距已有成效 相关部会仍应积极推动 未免民众被有关的数字不亦分辨 尤其有关媒体援引不同的指标 来解读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请经济会及主机处向外界充分说明 包括所得分配衡量方式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与政府采取的因应对策